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舰2024A演习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检验联合夺权 联合打击 要预战控能力 今天上午东部战区发布多方向抵近台岛和环外岛战巡演练模拟动画 作战指挥中心统一指挥下对海上目标进行模拟打击 今天我们立足实战复杂 为台岛西南海域组织舰机联合反潜 要预战控等科目演练 与台岛以东海空兵力进行远距离组网舰链 共享目标态势 密切战术协同 对重要目标进行联合打击 对关键要道进行夺权战控 贯穿全程 开展突发情况 训绩处置 有效检验提升部队随行任务的能力 今天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持续为台岛周边 举行联合力舰2024A演习 今天 东部战区空军持续组织环台岛战巡 绕外岛巡航 多批多架尖机机装挂实弹 快速飞抵目标空域 数架轰炸机在尖机机编队的掩护下前出岛链 在台东外海建立多个打击阵位 协同海军舰船编队 机动按导火力单元等 对陆打击等科目训练 检验多域协同 联合打击等实战能力 手握长舰 严阵以待 东部战区陆军某部闻令而动 立即组织人员装备紧急出动 在雨中 官兵们迅速完成战车出库 相继展开模拟火力打击 迅即从隐蔽待机地域奔赴预定阵地 各发射单元 弹药装填和战场机动 准时抵达预战地域 打开保险 5 4 3 2 1 凤 作为陆军新制作战力量 我们火箭炮兵打得远 打得准 打得猛 能够对作战目标实现 全域 全时火力精确打击 只要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一声令下 我们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坚决消灭一切台独分裂势力 我们全时保持高级位状态 箭在弦上 文令而发 坚决完成各项任务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企图